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专业的歌手 都说千万不能得罪粉丝啊 这不女神张亮颖就遭到报复了吗 在刚刚说完以上这句话以后啊 粉丝就毫不给她面子 直接在女神演唱会发布会现场爆料 一会儿说她忘词 一会儿又说她不好好唱歌 把她最近的新歌都唱进去 然后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唱歌 我会好好唱歌 她以前没有再好好唱歌吗 当然了小顾绝对不会随意定罪啊 还是要给女神一个辩解的机会 张亮颖你自己说说吧 到底忘词这事是真是假 这个很偶尔 因为我忘词要么就是被打岔了 然后或者我有的时候在台上会走神 但并不是说我不投入不专注 可能有的时候唱歌太过于投入也会忘词 你会进入一种状态 好像人会放空 那不是说我不背的歌词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上台之前有放空的时候 我可能第一句就想不起来 那首歌就像从来没有听过一样 女神 怎么听着一点底气都没有啊 要不说您还是赶紧回家 好好背背您那歌词吧 一股全一乐 真是粉到深处自然黑呀 上海报道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专业的歌手 都说千万不能得罪粉丝啊 这不女神张亮颖就遭到报复了吗 在刚刚说完以上这句话以后啊 粉丝就毫不给她面子 直接在女神演唱会发布会现场爆料 一会儿说她忘词 一会儿又说她不好好唱歌 把她最近的新歌都吵进去 然后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唱歌 我会好好唱歌的 她以前没有再好好唱歌吗 当然了 小顾绝对不会随意定罪啊 还是要给女神一个辩解的机会 张亮颖 你自己说说吧 到底忘词这事是真是假 这个很偶尔 因为我忘词要么就是被打岔了 然后或者 我有的时候在台上会走神 但并不是说我不投入不专注 可能有的时候唱歌 太过于投入也会忘词 你会进入一种状态 好像人会放空 但不是说我不背的歌词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上台之前有放空的时候 我可能第一句就想不起来 那首歌就像从来没有听过一样 女神 怎么听着一点底气都没有啊 要不说您还是赶紧回家 好好背背您那歌词吧 一会儿全一乐 真是粉到深处自然黑啊 上海报道